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国内大街上的军车出动 是真的要攻打台湾呢? 还是为了六中全会的维稳? 首先看两张图片 在图片中有大量的军车在出动 再加上中共人大的常委会 在10月23日通过一项决定 说要加强深化国防动员体制的改革 所以暂停使用与国防有关的四部法规 包括国防动员法、人民防空法、国防交通法、国防教育法等等 和昨天商务部发文 鼓励家庭储存一定的生活必需品 保障紧急情况下供应网络的正常运营 所以现在国内到处都在说 要武统台湾了 弄得人心惶惶的 我们知道 中共习近平一定要攻打台湾 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但选择在这两天不太可能 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 还有五天 中共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就是六中全会 中共的六中全会即将在11月8日举行 有朋友会问 这个会议很重要吗 没错 非常重要 因为明年秋天 中共就要举办20大了 也就是中共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时候就要推出新一批的领导班子 所以这次六中全会 就是决定未来人事布局 与权力分配的关键会议 其次 除了人事之外 这次六中全会 还要通过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因此地位更不一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共建党100年来 总共只通过两个历史决议 第一个是在1945年 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前 这个决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独大地位 为后来的毛泽东时代铺路 第二个历史决议 就是在1981年通过 主要是检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有错误 同时也开启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换句话说 第二个决议是在为邓小平时代铺路 那现在习近平准备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 很显然是要把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与历史地位拔高到跟毛邓一样的高度 这次六中全会准备通过的决议 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从字面上看 习近平很可能想把过去100年的发展 做个总结 然后他来乘上起下 开展新的时代 而且还要改写党内的权力游戏规则 所以这次六中全会也会决定今后的中国 是继续走邓江湖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 任由贫富分化越来越大 还是回转身走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 所有人共同贫穷 以江家增家王岐山等位代表的势力 一定是希望走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因为这几十年 他们已经通过这种体制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而作为习近平来说 他是非常希望走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的 他可以把所有官员和富豪的资产 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给收归国有 其实还是分给跟着他的小兄弟私有 根本不可能分给老百姓 但可以通过这个口号 这个方式合法没收官员富豪的资产 大家虽然不能共同富裕 但是是可以共同贫穷的 对习近平来说 他就像当年的老毛一样 老百姓都饿死几千万了 他仍然可以过着美女环绕 山珍吃腻的生活 但对于那些富豪和官员来说 他们就没有了这种寻租的地方 就不可能再像以前捞那么多钱了 而且还会把以前捞的钱全部都吐出来 所以这个六中全会是两种路线 两股势力的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军车出动 很大可能是为了下口那些反抗势力 让他们不要轻举放动 老老实实的 而不是在这个节骨咬上打台湾 在这么个涉及到很多中南腾切身利益的六中全会 召开之前 打台湾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时间他要确保一切都稳 不出事 不出乱子 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才出动军车上街 震慑住那些有异心的政敌 最近中国各地在短时间内 接连传出至少八场不同程度的爆炸事故 仅举10月21日到26日这一个星期的案例 10月21日 沈阳太原南街发生燃气爆炸 截至29日 已造成5死47伤 爆炸现场一片废墟 仿佛是战争现场 10月22日 内蒙古阿拉善蒙的一间化工厂爆炸 至少4死3伤 10月24日 辽宁大林陕下的瓦房殿时 一座居民楼发生燃气爆炸 威力强大 掀翻屋顶 至少2死7伤 同一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生实验室爆炸 至少2死11伤 10月25日 山东科居大学黄岛校区旁边的一条街道发生爆炸 并引发大火 一条街道变为灰烬 在25日 浙江温州马桥的一辆油罐车在路边爆炸 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10月26日 有两起显著的爆炸事故 一个是山东资博的一家化学科技公司爆炸 十几20公里外都能听到爆炸声靠近爆炸中心的建筑激进摧毁 据说爆炸是因为危险气体第二溪泄漏导致的 另一个是江西南长的一处居民区 当地有一间作坊发生爆炸 这些个爆炸令我想起了前几年的天津道爆炸 那个估计肯定是人为的 还有我们在看很有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狼牙榜》里边 那个发生的爆炸事故不也是人为弄的吗 所以为了争权独立 他们是可以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的 弄一些爆炸事故 然后给对方给政敌去安一些个罪名 而现在如此频繁的爆炸和起火事故 在短时间内相继出现 也令很多看客都经不住连连成怪 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 每年都会有各种爆炸发生 因为操作问题 因为设备老化等等 这很正常 问题是在一周内接连发生了八起爆炸事故 这就不能不让人打个问号了 而且是发生在这么重要的六中全会召开之前 我认为就是习近平的反对势力 在搞事 给习近平施加压力 之前这还只是小打小闹 在开会时弄个动静大些的也说不准 所以习近平派军车出动维稳 也是为了防止这些大的爆炸事故的发生 过几天我会在YouTube上开直播 每周一两次吧 每次的时间大概二三十分钟这个样子 我开直播不限于聊政治经济这一类的话题 是各个方面都会聊的 各位网友有什么需要我回答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视频下面留言 然后我会在直播里面回答 我做过多年的老师 也在国内闯荡过几个城市 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 尽管问我 我会尽我的所能来回答大家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